明總統拜登將會在幾個小時之後 和中國的國家主席習近平來通話 在會前白宮的國安會發言人 柯比就指出了 兩人勢必會談到臺海情勢 俄乌戰爭 而拜登也有可能會重申 一中政策 武方外交部也回應表示 臺美互信良好 美方已經有針對美中元首 即將通話的事情 事先向臺灣說明 美國白宮日七號的例行 記者會發布消息指 拜登總統與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即將舉行的通話 焦點將擺在美中之間 有機會合作的領域 儘管兩國之間的外交關係 因俄羅斯智慧財產爭議 甚至是間諜活動充滿緊張 白宮國安會發言人柯比進一步 指出臺海之間的緊張關係 中國在臺灣以外的印太地區侵略 與脅迫的行為 經濟議題以及中國無意譴責 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的戰爭 都將會是通話的癥結所在 而在兩岸關係方面 拜登將重申 跟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不變 對於傳出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計劃 訪臺並邀請部分國會議員同行 柯比再次表示不會對佩洛西的出訪計劃 作出聲明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則是在二二七號的記者會 再次警告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挑戰中方底線 必將遭到堅決反制 由此引起的一切後果 完全由美方承擔 恭喜新聞 瓦惠文編譯